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从今天开始呢 咱们就进入到这样一个项目阶段的学习 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咱们首先得来去了解一下 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 刚才咱们给大家发的资料都有哪些 咱们先来去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资料的文件夹里面呢 包含了有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有一个需求文档 这个需求文档呢 是关于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 所要去实现的一些技术细节的功能的描写了 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给大家去提供的一个最简易的需求文档 就是关于这样的 待会儿我们再来去说里面的具体内容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第二个包 第二个包呢 这个CaptCHA这个压缩包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Captor这个包呢 实际上是用来去实现一个图片验证码的 这个图片验证码 大家在这个章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讲过这些东西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这个东西的话 咱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直接拿过来 已经实现好一段程序 直接去往里面C这个图片验证码 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工具包呢 是关于发送短信的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呢 咱们要拿手机号作为账号 然后呢 所以就得去验证一下手机号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得去发送短信 那这个短信呢 我们现在发送不了 所以呢 咱们得去引入第三方的服务 比如说去引入一个云通讯 里面的熔联云 专门去发送短信了 这就是这个熔联云 所给我们提供的 封装好的工具的程序包 再往下看 这里面有一个Flask项目的静态资源 那这个静态资源里面呢 是关于已经去写好的 所有的HTML文件 跟对应的静态的static文件 这是关于在这个页面当中 然后呢 还有底下的有个Response Code Response Code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 然后呢 后端跟前端之间 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都会去返回Json 然后呢 是以Json的方式 向前端去进行通知的 那既然如此的话 你后端的处理结果 我们怎么去进行 怎么去进行这样的 这个后端东西 怎么向前端返回呢 我们就是需要去约定 一个状态码 就相当于我们那天 在给大家去讲的 哪个东西呢 讲的那个图书案例的时候 最后我们去选择的是 一个Json往回反 Json往回反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code 跟一个message了 这是我们那天去写的 那实际上在公司当中呢 对应于这样的 你自定义的 到底你在后端发生了 什么样的问题 有一个对应的约定好的 已经卡住了是吗 我们来看一眼相对应的 这个网好像 现在 现在应该有IP地址了 现在呢 现在还可以了吗 可以了吧 放这IP 没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response code 那这个response code呢 就是跟我们之前那天 跟大家去说过的 你后端在向前端返回的时候 如果是通过这样的Json返回 也就意味着说 你后端不再控制页面展示 那你需要把你后端处理的 一个执行逻辑告诉给前端 怎么去告诉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编号code 来去代表你运行的状态 代表你出现的错误 那这个错误呢 通常情况下 在公司里面会有约定好的 这些个错误的码 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去提供一个 咱们已经约定好的 这样的一个编码了 这个编码当中呢 就提供了说 你成功的情况下 然后呢像数据库错误啊 用户未登录啊 然后呢用户验证错误啊 等等这些错误的细节 我们都约定好 给它一个对应的状态码了 这是关于这个文件 所要用到的东西 这是我们先跟大家去提供的 去说一下 咱们发送给大家的这个资料当中 都有什么样的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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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